这位是刘瑞东朋友的帖子,他说真正的杀人疯,美国两纳米芯片研究研发成功,和昆虫一样大小,且噪音低于昆虫的自杀无人计诞生了,点名闪首时代已经到来,于亿万人中取上将,守局于探囊取物。 这位朋友说呀,说,谁会怕这个鬼玩人啊,我这条穷鬼的命根本都不是一条杀人疯的钱,有人朋友说了,说肯定有人怕,先把谁是谁给清除了,连那个谁是谁那个都不能说啊。 纳粹葛培尔说了,没有了祖国,你像什么也不是,用19世纪政治家克莱蒙索的一句名言,回应他最为合适,没有了正义,祖国就是监狱。 克莱蒙索还说了一句有意思的话,说三十岁以前你不支持社会主义,你没良心,三十岁以后你还支持社会主义,你就是没头脑,克莱蒙索。 哈哈,你们都不说那是谁,我们都能猜到。 饥荒的证实,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迪亚森研究发现,饥荒证实际上是一种人为的短缺经济, 他故意将目标人群长期置于食物、住房、医疗、教育等必需品的严重供应不足,或者价格远远超出消费水平的状态,以此来控制他们,迫使他们陷入基本的生活满足中苟延残喘,而不暇去组织参与影响他们的政治活动。 评论太激烈了,就不评了,就这么多。